当天上午8点多,民警接到乘客报警称在南京地铁一号线玄武门站站台上有人互殴,民警赶到现场,只见两名男子扭打成一团,其中一人脸上身上都有血迹,再将他们拉开后,民警将两人一同带回警务室处理。 经过询问,这名受伤的男子姓苏,30岁,南京本地人,讲起刚刚发生的一幕,依然义愤填膺。 据苏默称,他当天从地铁一号线麦高桥站上车,一名孕妇找不到座位,站在他旁边,而坐在他们面前的几个人只顾低头玩手机,根本没有让座的意思。 他便大声说了一句,提醒大家注意孕妇还站着。 这时,坐在孕妇正前方的童某抬头看了一下情况,立马起身,把座位让给了这名孕妇。 两人越说越激动,在车厢里就推散了起来。 到了玄武门站,童某夫妇要下车,苏某也跟着来到站台,再次发声口角,继而大打出手。 经过医院诊断,苏某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,右耳根部被撕裂。 在民警调解下,打人的蔡某向苏某道歉,并赔偿6000元医药费和务工费。 警方表示,地铁不同于高铁,一般都是先来后到的顺序落座,不存在罢作。 但大家应当文明出行,礼让他人,把座位留给老幼病残弱这些需要的人。